4月10号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马英九和台湾青年代表 并对两岸关系做出重要表述 备受外界关注 受访学者认为 本次讲话可视为大陆对台政策的最新论述和重申 习近平讲话中反复提及中华民族 提出了两岸关系的四个坚定 把两岸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 具有历史和政治的双重高度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认为 习近平本次讲话的核心关键词便是中华民族 习近平总书记本次讲话的核心关键词是中华民族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共同认知 也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的强调和诠释 是对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 企图分裂国家 离间民族的重击 有利于引发广大台湾同胞的内心共鸣 激发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 马英九本次访问大陆期间 携台青参加公祭皇帝典礼 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 李鹏认为 马英九此次访问大陆 处处展现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感 马英九此次访问大陆处处展现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感 对推动两岸青年交流的高度使命感 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责任感 这与喜马二人此次会面所要传递的信息十分契合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认为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两岸最大的交集 中华文化就是台湾也很浓厚 我们大陆这几年通过文化复兴 那么中华文化的这个价值理念其实也很浓厚 那么这是最大的交集 因为文化跟民族它是连在一起了 我觉得实际上他找到了比如两岸最大的共同点 也是我们向未来再出发的最重要的基础 习近平与马英九会面中提出四个坚定 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一胡表示 这是一个最新的对台的政策论述 他强调了四点就四个坚定 这是总书记一个最新的对台的政策论述 是非常系统的论述了大陆对台政策的基本立场和政策要点 也特别是把两岸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紧密相连 而且他的论述应该说也是对台湾同胞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今年年初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束后 民进党将继续执政 这意味着两岸关系或将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 李一胡认为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话 很大程度上是对台湾民众的一种直接喊话 就是现在对两国议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是有一个走向何方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总是作为大陆最高领导人 他在会见蛮久的时候发表这个讲话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对岛内民众的一种直接的喊话 习近平指出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 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 李正广认为习近平的这句话意在破解台湾当局抗拒统一的动作 民族当局这几年来一直他就从意识形态做文章 凸显两岸的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来造成两岸的这种障碍 两岸交流的障碍两岸对话的障碍 李一虎说习近平本次讲话表明态度 一是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二是中国有能力排除外部势力的干扰 中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 一是坚决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扰